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重磅新闻为大家带来 首先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哈马斯拒绝了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停火提议 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表示 他们的回应 优先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利益 并要求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 卡塔尔和埃及也参与了相关的停火谈判 但目前尚无实质性进展 拜登希望通过新提议 实现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 但这一目标似乎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妥协 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接着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下周初访问北韩 这是他自2000年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国家 消息人士透露 普京此行可能会讨论军事合作和武器购买等问题 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 普京还可能访问越南 预计将有更多相关消息公布 最后 音乐剧《六王后》即将在滨海湾金沙剧院上演 这部历史流行音乐剧将亨利巴士的六个前妻 重新塑造成现代流行天后 讲述他们各自的生命故事 剧中的音乐和表演充满爆发力 能够让观众看到碧昂斯 艾戴尔等流行歌星的影子 这部剧在伦敦西区和百老汇大获成功 获得了多项奖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拒绝了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停火提议大纲 以色列官员透露哈马斯对提议进行了重大修改 显示出负面的回应态度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则表示 他们已向卡塔尔和埃及提交了对停火提议的回应 强调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优先 并要求以色列从整个加沙地带撤出 卡塔尔外交部为透露哈马斯回应的细节 拜登的新提议旨在实现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 并确保被扣押人员或是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了决议 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全面停火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约旦召开的人道援助会议上宣布 美国将向加沙及周边地区的巴勒斯坦平民 提供额外的人道援助 总额为4亿0400万美元 布林肯指出 加沙南部拉法城的严峻人道状况令人担忧 那里的人口95% 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 卫生系统激进瘫痪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强调 提供人道援助是我们人性与真诚的考验 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力度 布林肯还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 讨论了全面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 他称停火建议是最佳方法 并重申美国支持建立一个 对以色列有安全保证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家 《明报》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在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 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时 呼吁召开真正的国际和会 以解决乌克兰问题 他指出 中方坚持劝和促谈 主张在条件成熟时 召开各方平等参与的国际和会 王毅还强调 中方坚定同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 全力争取加沙地区立即永久停火 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 并为加沙民众提供基本生存条件 此外 王毅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中 批评个别大国重拾冷战思维 呼吁将金砖打造成开放包容的 新型多边合作机制 侨报纽约逊在纽约市暂停拥堵收费后 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明确表示 这是州长霍楚的决定 并相信他和州立法者会找到解决方案 为公共交通升级提供资金 尽管霍楚提到纽约市的经济尚未完全恢复 但亚当斯坚信城市已经复苏 表示数字的美妙之处在于 没有人能质疑我们的成功 纽约市合伙企业认为 拥堵收费每年仅能带来10亿美元 远低于因交通拥堵导致的200多亿美元损失 而白老汇协会则担心拥堵收费会对旅游业和酒店员工产生负面影响 亚当斯透霍霍楚在两周前打电话给他分享了他的想法 并再做出最终决定后再次通话 东方日报日本放送协会引述俄罗斯官员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在下周初到防北韩 两国正就此进行协调 预计即将公布相关消息 这将是普京自2000年以来再次出防北韩 由于俄乌战争未有停火迹象 有传今次普京到防北韩会谈及购买武器等问题 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 之后普京或会出访越南 明报专讯内地互联网严格管控 吉林北山公园袭击案的讨论 社交平台上剩下的言论以爱国为主 形成网上主旋律师偶发事件 中国很安全美国更危险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在微博上发文希望事件 不会对中外人员交流产生负面影响 但被网民批评迎合西方 文章很快消失 网上引述也被屏蔽 胡锡进在警方通报后 在发帖称应重视公众场所安全 部分网民认为 遗凶不会无缘无故 袭击外国人 另有人指出 更应关注美国的治安状况 和美国华裔处境 案发时间点正值中国政府 倡导中美两国恢复 和增加人文交流之际 习近平曾表示 中方愿武年 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 来华交流学习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亨特·拜登因2018年构枪时 在表格上撒谎 为如实申报自己 非法使用药物的情况 被陪审团裁定三项中最成立 判决将由法官马利埃伦 诺雷卡作出 亨特面临最高25年监禁 但出犯者通常不会被中判 乔·拜登总统表示 尊重司法程序 不会干涉或赦免儿子 审判过程中 亨特的吸毒问题被重点提及 检方出示了他吸毒的照片和视频 辩护律师则强调 亨特当时并不认为 自己有药物成因问题 亨特还将在加利福尼亚州 面临税务指控 国会共和党人也表示 将继续追查他 联合早报报道 历史流行音乐剧《六王后》 将于11月14日起 在滨海湾金沙剧院上演 该剧由托比马洛和路西莫斯编剧 讲述亨利巴士的 《六位前妻》的故事 音乐剧 以现代流行天后的形象 重新演绎 他们的生命历程 像女团演唱会一样 轮番上阵 进行一场比惨大会 谁伤得更深 就能成为C位 剧中人物借鉴了 毕昂斯 艾戴尔等女星的形象 音乐旋律朗朗上口 歌词剧爆发力 BASE Entertainment Asia的 首席执行官 Chantal Proudhon表示 这部剧 以其感染力和女性独立精神 吸引了全球观众 并期待在新加坡的演出 联合早报分析了 中小国家 在当前国际对抗局势中的处境 新加坡总理黄巡才宣布 派国家发展部 兼外交部 高级政务部长 神影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曾指责中国 配合俄罗斯 阻止他国参会 中国则否认 并表示国际合会应具备 而无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等条件 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表示 乌克兰危机上不具备 和谈条件 强调六点共识 是最大公约数 呼吁更多国家参与 共同降温局势 减少冲突升级的危险 明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于13日至20日 对新西兰 澳洲和马来西亚 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自2017年以来 中国访问澳纽的最高级别领导人 应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邀请 李强此行 旨在增进理解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尤其是在访澳期间 他将与阿尔巴尼斯 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共同出席中澳工商界 首席执行官圆桌会 努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 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次访问标志着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外交行动 进一步推动与这些国家的紧密合作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